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Michael送給大家 電動蓋架車 幫你窗遊十里 字幕提供 Hello 我阿Jack送你全屋現代 簡約家事 拿包入住 So easy 我Nelson送你65吋智能大電視 足不出戶都可以了解天下大事 廣地淡風送你收樓、驗樓服務 讓你買得安心、住得開心 零費用、零壓力、零投訴 上市公司100%信心保證 來十里銀坎買樓 一定要找環宇順盤 現在買還有下日最強的四重禮 不用錢 免費看樓團 天天都出發 立即打電話來報名啦 立即打電話來報名啦 大家好,我是環宇順盤的Jack 最近一直都收到很多朋友去問 你們推介的89平方三房和107三房 都是只有一個廁所而已 究竟有沒有兩個廁所的三房呢 今天發展商終於通知我們了 是有的 有幾套單位就退了出來 立即拍給大家看 推薦給大家 我現在身處於三十二棟的十七樓 零五室的單位 今天最主要介紹一個就是九十六方的單位 三房兩次的 首先進來 零五室的戶型 它是有一個入戶空間給你的 這個位置 將來大家可以做回鞋櫃 大概可以去到 做到可以去到十三寸的 OK 那這道門 這裡是一道防煙門來的 到時關上它 就沒有人打擾你家的了 OK 而且 它這裡有一個窗的 通風一定做得很好 好 我先進來 因為 九十六方 就不跟我們平時看的那些戶型 直廳設計 它這個是橫廳設計的 橫廳設計 幫大家看一看它的橫廳有多闊 由於我的尺 去到盡 都只有四米七 那算一旁 算一旁 幫大家算一算 四米七 加三米三 OK 剛剛好是六米的 那就看這邊了 三米八二 三米八二 六米乘三米八二 這個空間感非常充足 那跟大家看一看廚房 進來一個U型廚房的設計 U型廚房的設計 抽合演機是膠錶 到時這個位置就看你選擇是裝電磁爐還是煤氣爐 OK 那這條是煤氣管道 那升盤位置都做好了 這邊是一個單門雪櫃 幫大家看看 略略看看可以放得多深 兩尺多一點而已 兩尺多一點而已 基本上你擺不到雙門雪櫃的了 好 那跟大家看看 這個三房糊型 第一個廁所是怎樣的 首先進來 它就不是我們平時看的那些拖門 它是推拉門 OK 那一個智能馬筒 臨浴間 進來 空間感都OK的 足夠的 而且花灑和抽氣扇都是膠錶來的 這個位置就有升盤 鏡櫃 96方這個三房單位 嚴格來說它是2加1的單位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身處這個空間 它只是計算你一半面積而已 正常情況下 這個是一個空中花園 但是碧桂園就幫我們封了窗 窗已經封好了 OK 好 那看看另一間房 這一間客房跟我們平時看的分別不大 都是一個全陣送的飄窗位置 景觀就看回後面山那裡 全部都是綠色的 眼睛按下去其實很舒服 而且今天是行日星期三 大家看到那條馬路上面 都是很多車行來行去的 OK 那也幫大家看看這間房間的空間有多少 兩米七五乘兩米九六 OK 那壓軸來了 壓軸就是看看我們的吐翅 先過來 那這個就是主人房了 畫明三房兩廳兩次 這個就是第二個廁所 我們先參觀一下廁所 這個廁所做得非常之人性化 首先都是升盤 鏡櫃和智能馬桶 為什麼說它人性化呢 就是因為它這個廁所做了一個飄窗出來 如果你說是年老的老人家 洗澡怕會滑倒的 其實可以坐在這裡洗澡 坐在這裡洗澡 這個設計相當之貼心 那這裡都安裝護欄的了 避免了打開窗有意外發生 OK 都是抽氣線花灑做給大家的 那現在幫大家看看 究竟它的主人房的空間大概是多少 3.04 x 3.75 x 3.75 由於飄窗都是震送的 所以我就不和大家計算過飄窗是多少空間 那最後呢 和大家出一個露台看看 露台其實它十分之大的 但是呢 它就不夠闊 不夠闊 它露台只有 1.44米米5都沒有 但是呢 因為它夠深夠長 所以大家夠一個空間都夠 那這一套九十六方十七樓零五室的三方單位呢 它的景觀呢 是西南向的 西南向的 但是坦白說 大家在鏡頭上看出去 都沒有東西看的了 除了是看樓之外 就是看回下面去圓林 或者是右手邊 都是看樓之餘 都是看回圓林的 OK 那其實呢 海景基本上呢 只能夠在我這個角度 看出去 只有丟丟那麼多 大家其實可以 眼力好的觀眾可能看得到的 基本上就不可以說是拿 海景來做賣點的了 但是它的優點畢竟是 希缺三房兩廳兩次 而且呢 它價錢都不貴 連賣傢俱 都是六十六萬就可以買到 而且是現樓 即買即住 即辦房產證 好嗎 接下來 再帶大家去看看 另外一套 另外一個樓層的 三房兩次 跟我來吧 好 大家好 剛才呢 在十七樓零五室呢 跟大家說過 空間呢 這個位置呢 其實是可以做一個櫃出來的嘛 剛好我現在來到十四樓呢 看到其中一戶 做了這個櫃 那幫大家看看這個櫃 究竟它做了多少 多少size 其實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剛剛好是一尺 一尺 OK 這個位置 剛剛好是一尺 一尺 一尺位 一尺櫃 OK 但是呢 這套單位人家已經買了 所以呢 今天帶大家去看 十四樓零五室這個單位 同樣地 進來 自己坐用一個空間位置 一樣吧 這個位置做一個 一尺的櫃出來 OK 好 那進來看看吧 它的設計 它的格局呢 跟剛才十七樓零五室 一模一樣 我就不多介紹了 純粹帶大家去看看 它現在的膠錶狀態是怎樣 好嗎 那這塊 這塊玻璃呢 就明顯呢 很骯髒了 很蒙了 好 進來看看 那其實呢 它的升盤呢 它的水龍頭是可以拉出來的 左右兩邊洗東西都輕鬆的 好 那去那些房間 去那些廁所看一看吧 那地下骯髒了 地下骯髒了 OK 好 那廁所房間呢 其實跟剛才呢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分別的 一樣吧 這間客房 看出去的景觀呢 一樣都是看回後面的了 那這裡呢 有個位置 我想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廳呢 它的冷氣呢 它的並不是預理掛牆的 它是預理坐立式的 因為大家看到呢 後門的洞在這個位置 它預理是 到時買部的坐立式的冷氣 是放在這個位置的 那你覺得 擺部坐立式 影響你的空間 或者是會不會外眼呢 就到時自行決定 因為有必要 你想掛牆 就要叫師傅 把這個洞封了它 在上面開那個洞的 OK 好 跟大家看看一間主要房 這間主要房的景觀 看出去呢 都是靠前面那一棟 而且呢 看回下面它平台 圓林和馬路的 OK 好 看看那套廁 這個套廁呢 我最欣賞就是 它做得很人性化 有個飄窗位 那這個飄窗裡面呢 這裡的位置是凹了進去的 到時呢 其實我自己可以 整個排收納櫃 放一些沐浴露 其他洗頭水那些東西進去的 好 那跟大家出個露台 看一看 好 那現在跟大家出一出 這套14樓05室的露台 看一看的景觀又是怎樣 無可避免地 由於都是西南向 看出去都是樓 平台 和內圓 位置 和小區的路 車路 最遠方 真的只能夠看到 很少很少的海景 基本上都不可以說是海景 我的右方 這邊 除了看重林之外 遠方都是樓 都是樓景 和一些田景 基本上 景觀就沒甚麼可取之處 但勝在就說價錢有可取之處 這套14樓057的單位 三房兩次 只是賣 六十三萬五千元 六十三萬五 而且是連上全屋傢俱的 OK 跟著下來 帶大家去看看 一個低層 東南向的單位 同樣地都是三房兩次的 大家跟我走 好 那現在呢 我又落到低層 4樓06室的單位 一樣 進到這個位置 可以做一個一尺的鞋櫃 OK 進到4樓06室 4樓06室 那這套單位的賣點 就是東南向 由於它的護形設計 和05室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大街純粹是鏡像這樣 調轉了 我就不去那些房間 給大家看了 直接給大家 出露台看一看 4樓06室的單位 究竟多少錢 出來 由於它是東南向 和低層 所以看出去 就看我們下面的平台 看到了 下面有一些 藍色做了的運動設施 OK 看平台路 還有看對面那間 2加1的房間 左手邊這裏 都是看回座山那裏 軟體呢 軟體其實是看到六旗的 這個位置 在我們這個位置 軟體是看到六旗的 但是這一套 如果你說真的說海景 是零 完全零 剛才那兩套勉強說海景 都有少少 這一套是完全零海景 沒有海景 但是都是一樣 勝在三房兩個廁所 而且價錢是最便宜的 61萬一 60元1萬一 還要連同全屋傢司 性價比非常之高 而且 今天我介紹這三套單位 都是現階段 發展商跟我說 絕無僅有 僅餘的三房兩次單位 都是現樓 即買即住 即辦傢司 即去辦房產證 價錢都是六字 有興趣的朋友 不要猶豫 立即聯絡我 或者打我們下方的 報團熱線 我們天天都出發 每天都有團 好嗎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